我叫杨洁,湖南少东人 有一年我去郊外,驾车行驶到一半 汽车压到钉子漏气来 当时比较赶时间 并且荒郊野岭的附近也没有维修店 那次轮胎被扎以后 我就在想能不能找做一款产品出来 就是贴到轮胎的里面保护轮胎 让它哪怕是被扎了也不漏气 不需要补胎 我做了很多实验 一遍一遍的调配检测 终于研发出了这一样一款智能胶 它的使用寿命跟轮胎一样长 可以防渣防暴防漏耐高温 零下30度到110度都不会影响它的性能 我们在这辆轿车上的车胎上贴了智能胶 我们拿带有钢筋的钢板进行测试 吸水免牙锅钢板 然后在车胎破损处倒上水 车胎没有出现任何漏气的现象 产品的效果我非常满意 后来有朋友找到我说 杨总 怎么我做了你这个智能胶怎么还是漏气 是什么原因 我把扎金钢钉拔出来一看 原来是螺丝钉 因为螺丝上面有螺纹 智能胶还不能完全密封螺纹 所以当螺丝扎进轮胎 它还会有缝隙 产生漏气 后来我们查资料看 全国所有的机器喷头的 它在防螺丝钉这一块 都是有缺陷的 所以我就说下定决心 一定要做一款能够防螺丝钉的 最好的智能胶出来 我在原材料上又添加了几种新的成分 使它的韧度 粘度大大提高 即便螺丝钉扎入 也不会产生漏气现象的 尖锐硬物不能对安装的智能胶的轮胎 造成漏气或爆胎 这是因为当尖锐物体穿破轮胎后 智能胶能立刻裹紧尖锐物体 实现防漏 我们轮油盾智能胶 已经在大卡车 大科车上普及了 这台车的后轮 已经装上我们轮油盾的智能胶 已经摆好钢筋 我们等一下倒车做个测试 刚刚我们的后门已经压过螺丝钉 大部分螺丝钉已经压进了 我们现在倒一下水测试一下到底漏不漏气 我们刚刚已经测试完了 用水测试剪切它没有漏气 我们现在拥用老鼓弦 移过出来看看它漏不漏 大家对我们的产品也都很认可 我希望我的智能胶能够走进千家万户 为千万车主带来安全和便捷 兄弟们大家好 今天又见面了 我是袁胖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发明项目 这个发明项目是一款比较便宜的保健按摩鞋 你看每个人的脚底都有很多的穴位 按足底是很有好处的 大家都知道 这个发明人不仅在脚子上面 安排了这种点击穴位的点 特别是这三个点 轴部凹下去的时候 他能够按摩到穴位 起到保健的功能 据发明人说 还有我们的记者体验了一下 就是好像这个脚底这样子按摩一下 对这个肾有一定的好处 特别是男士 谁用谁知道 但是我认为 他可能主要起到的就是一个虚精活血 管脚疲劳的作用 可能按一按也有一定的好处 发明人是一个比较老实的这种农村的 没什么钱的发明人 发明这个东西很不容易 我们也算是给他做一个小广告 鼓励他这种创新精神 如果呢 你对这个鞋和对这个发明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到咱们的这个发明民官网去看一看 里面有很多的专利产品啊 今天投票的呢 你就点击了解更多 就可以了 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个鞋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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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